請教一下 因為他們有說 醫界有說您被拉下神壇 你怎麼看 本來就沒有在上面啦 呵呵呵 為什麼打臉 為什麼打臉 我不知道有什麼決定會被打臉 不過明天 昨天討論那個是一個新的項目 是新的遺材 跟我們原來在談的108年12月以前 已經在市場的遺材 這是兩件事情 那是未來說還沒有進入市場的 怎麼樣讓大家能夠及早的享用到 那健保可以分一定的比例來幫忙付錢 那以前我們的在舊的遺材裡面 它的一個差額負擔 最主要就是我們是定額在付 所以你不管進來多少錢 健保都是付一個定額 像我們的在板內障的水晶體 我們付2744嘛 所以不管裝多少錢的 我們那個健保就是負擔2744 但是將來新的遺材裡面 現在在架構一個新的方法 就是定價之後 那健保大概負二到四成 根據它的一個效益 負一個二到四成 是在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原來在談了108年12月以前的 舊的遺材怎麼樣來管理 是不一樣的事情 有各種方案都在談 不過勢必增加這個健保的規模 是要有的 要不然整體的費用是會不足 但是怎麼樣來調整 最能夠符合相關社會的期待 那現在都持續在談 等一下請教一下 因為上面有說 就是你被拉EJ有說 你被拉下深海了 你怎麼看 本來就沒有在上面啦 好 各位介者女士先生們 大家好 那今天我們要公佈 兩個新增的確診案例 那首先跟大家先公佈 今天有三例確診的 先公佈今天的確診案例 我們帶來有10例 10例的確診案例 140天164場記者會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衛福部長陳時中 當時每天像這樣 坐在一排官員正中間 清晰告訴國人 疫情最新狀況 陳時中接地氣 充滿人味的說話方式 讓他瞬間爆猴 已經選擇了他的國際 沒有選擇到台灣的國際 那現在就必須要自己做安排 自己要做承擔 媽祖是很慈悲的 那在這個 這個疫情的期間 我們應該要保護好自己 也要互相來照顧 最重要是說不要讓媽祖又行 台灣現在的疫情 我們能夠控制住 我們靠的是什麼 靠的是信任 十而嚴厲 十而溫柔 甚至曾在記者會上落下男兒淚 陳時中在第一波疫情來臨時 守在第一線幾乎很少休息 頂住壓力的他多了很多外號 鋼鐵部長 阿中部長 甚至出現順時中流行雨 當疫情成功被控制住 記者會出現不同面貌 沒有什麼新聞可以講 那今天就是 就只要大家看到這個 巴勒嘛 巴 巴 巴個勒 我們這次 巴天來大家都很勒 看到前面玉盒包 那就代表會有很多靈 現在代表很多很多靈 巴勒 荔枝 疫情中心還出現過大西瓜石斑魚 陳時中成為最強業配王 甚至開始走出記者會 走進大街小巷 我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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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繼續大家做會來配合 這現況越來越好 大家出來爬爬爬 華盛山 木雞鞋 陳時中替肯丁找回觀光人流 人情有多旺 看他身邊多少人圍在附近 只未看一眼阿中部長就知道 但這樣出巡視的下鄉招來不少質疑 一個指揮官需要做的事情 界線到哪裡 陳時中是不是政治化了 他畢竟只是個官員 他又不是還沒有步入政壇 或者說當選的官員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就是一個 非常特立的一個讀物 個人秀或是個人舞蹈的一個官員 那這個在政壇沒有人敢這樣做 沒有人敢說把團體戰 大家努力的結果 然後帶在自己身上 然後到各縣市炸明目張膽 就是說在光天化日在公開的各縣市遊走 這個在政壇其實我認為犯了大忌 防疫是團體戰 但陳時中成了極光環於一身的焦點 個人滿意度高達九成 下一步是否投身選戰 陳時中態度從沒有到以後再說 似乎對這條路不排斥 不可否認的是想要選的人 已經把他當成假想敵 民進黨私底下一直把侯友宜 視作他的頭號第一人 因為侯友宜現在聲望2024或2028 一定要派一個人來押侯友宜 如果沒有派一個人來押侯友宜的話 侯友宜到時候全省浮選 他的政治能量會大爆發 那現在民進黨看起來能夠跟侯友宜 抗衡的就只有陳時中 一場新冠肺炎 陳時中得到全台灣民眾信任 成為政壇大黑馬 未來的路如果選擇夾帶 目前累積的人氣走入政壇 一舉一動就得接受放大鏡解釋